大家好 歡迎來到2K的視頻 這段時間你們一直都呼籲希望幫卡達叔拿回冠軍 沒問題的 今天我們就希望用這隊藍網隊幫卡達奪冠 現在我們就玩2K7 藍網隊這個陣容是三輛馬車 RJ的評分不是太高 而且有一個問題就是 藍網的CAP ROOM其實真的不太碰水 已經是-19M 所以縱使我很希望把三輛馬車留下 但要想奪冠的話看來還是有點困難 我只能夠拆散傑特和謝花神 只能夠留下卡達 今天的主角都是你的 沒辦法了 真的沒有其他可以變動的空間 那體寶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差一點 所以我們要收拾的東西還是很多 希望今天可以完成目標幫卡達奪冠 好了各位觀眾 一上來就大爆炸了 想不到傑特加上一個手輪獸 加上一個球員 居然是可以換到基斯寶羅的 基斯寶羅的時候是什麼情況呢 第二年 還在打同工的 嘩這單交易 都已經是沒得再完美了 這樣的一個視頻的開頭真是再完美不過了 這個迪士文尾神和這個M Jackson的話 都是一連合同的 可能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馬古斯威廉士這麼值錢 他是那時候的新秀來的 他有什麼歷史 我印象中真的不太記得這位球員有什麼 有什麼威水士 但不理了 嘩第一單交易已經是搞定了 基斯寶羅 然後的話就有少少賭博的感覺 我承認的 我是想要Ludy Gay Ludy Gay也是當年的新秀來的 8號順位 但是78的評分 看到他的Potential這邊 就是左邊四邊形 Potential這一項 都不算是太過猛 但是我就打算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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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時候就26歲 他都8M的 這個球員 不一定留他 可能待會還是會加他 這個就一連合約 我們就不要Eddie House 這個Bonnie 主要都是為了放走RJ的合同 希望我就不會後悔我這個決定 之後的話速龍就報告 他們想要Mine Miller 沒有問題 我又送了這個Galaiha給我們 他就1.2m的 由於這個2K7的界面設計是有問題 這裡看不到他的薪金是多少 大概1.2m的 有幫我們節省了錢 最後賽櫃結束 DWay是MVP 長均是29.5分 厲害 聰明 Ludy Gay 最佳新秀 厲害 要對得起我對你的信任 最佳特陸人是這個寶莎 最佳防守球員是瑪利安 其他的應該先看看 三陣是有雲斯卡達的 沒問題 最後我們入到這個PlayerUp的 多少種子呢 先看 厲害了 嘩 2號種子 嘩 真的有點嚇到我 其實今年 完全沒有想過出成績什麼 沒有所謂了 1比3 已經是 不出奇的 1比4 被淘汰 很正常的 其實今年 我們這個陣容 完全是不可以的 看看最後的 冠軍是誰 太陽是奪冠 我都講過 之前我用2K7做示範的時候 我講過 太陽這個陣容 就是不用弄什麼 就已經可以奪冠了 瑪利安最後也是FMVP 沒問題 優賽期的話 我們還有18A的伸資空間 又可以做些事情 優賽期的話 我就簽下了這個大惠韋斯 看看他這份合同 即是 你不玩以前的遊戲 你都不知道 現在通貨膨脹是多厲害的 為什麼大惠韋斯 即是哪怕他現在復出 他可能都拿過1-200萬 雖然有點誇張 但是你想想 以前他拿了400萬 真是便宜 當然他不是太高 183 但是也很棒 另外還補了很多 一年的泰寶球員 用完就掉了 也沒所謂 因為優賽期沒什麼大禮 看到新賽季開始的時候 基斯堡羅倫也上了 92 他現在已經是球隊的大哥 卡達就90 已經踏入三字頭 明年是合同年 不知道他的選擇是怎樣 大惠韋斯又升了 那些機器真的不錯 去年拿了一新手 我們日直到80 這個賽季都希望過渡一下 希望明年夏天會有大雨 然後我就想換這個基斯卡文 說他那時候是82 而且他的合同不大 5M左右 我們這個基斯迪志 就剛剛好是合同年 加了二輪獸 加上這個Point Guard 今年是簽了一年合約的老將 沒問題 底薪而已 沒問題 因為我剛才說 立了眼 聯盟中的好的中鋒 基本上明年合同還未到期 沒什麼選擇 我們可以在自由球員市場 簽個比較好的Point Guard 就這個 娜烏洛佩斯 一年合約 沒問題 我們大把CAP Room 其實手法就是這樣的 不太變了 第二個賽季 DWay繼續倒裝 還是這個MVP 其他的話 寶莎就像是同加特爾人 瑪利安也還是這個DPOY 一陣舞 好 二陣有基斯寶羅 不看其實他的數據不算太過標籤 當然他也差不多是雙雙 但分數也不算太高 三陣就沒有了 就只有基斯寶羅進來二陣 我們當然可以進到PLAYUP 但是第一回合就要對葉果 這個肯定不是什麼好消息了 多少呢?我們是4號種子 葉果是5號種子 說真的 又是同樣的情況 又是3比1 同樣的比分 上年也是這樣 今年也是這樣 又是4比1 但不要緊 廣告 今年依然是過渡期 為什麼劇情一模一樣 剛才MVT的獎項也是一樣 現在的總冠軍也是一樣 FMVP也是一樣 我都說MVP是重播 這就是再一次證據 又證明了 你看看 唉 真的 希望今年 在自由球員市場 我們可以釣到大雨 好 來到自由球員市場 各位觀眾 登登登登登 劉惟斯基 這隻賊頭 在自由球員市場 我們夠錢簽 hp bp bben he has agree my offer come on baby yeah Let's get it,bro yeah 看看我們這個陣善 棒 好棒 保羅 卡達 盧瑞斯基 卡文 魯迪基爾 替寶坐著大衛西 我覺得穩定了 不是我賴 我覺得穩定了 我現在有點飄 這就是最後我們的陣容 保羅亞又升了 但盧瑞斯基的壞鬼降了3點 卡達的壞鬼又降了2點 剛才忘記說我已經逐回卡達了 大衛西好像是83點 盧瑞斯基已經升到82點 沒得收拾 這個陣容其實可以 除了關卡 剃寶可能差點 其他位置剃寶也有70多點 自由球員市場還有沒有呢 也可以看看 關卡 還有沒有賣或借 然後我們又有錢 史馬園帕加簽不到 沒有錢就不夠錢 但還有一個中產 不是 差點忘記了 好史馬園帕加 來吧 我還記得你踢阿拿圖那一下 最後的高比 抱著你的頭 希望這次你在這隊球 都可以立功 就這樣 看到你最後是D-Way 獲得了MVP 也是三連莊 AK47是D-Way 兩個球員獲獎的話 猶他著士應該打得不錯 但我們就只有基斯寶羅三陣 今年也真的長冠是D-Way 其實得分的話 不用太需要他 第一回合的對手 是米玉基攻陸 攻陸就不成問題 這個真的不是奶不奶 第二回合的對手 就是華盛頓 無斯 希望阿倫娜斯就不要押槍 4比1 沒有押槍 那就很乖 看看 冬缺的對手 沒有押槍 我看不見你 但是你給我一個夏洛特三貓 給我打 那是什麼意思呢 夏洛特三貓 你不要搞笑 行了行了 我知道錯了 我知道錯了 知道了 太陽我真的打不過 不是開玩笑 太陽真的打不過你 太陽真的打不過 好厲害 這樣就要看一番長球 太陽 不是他們是真的厲害的 進攻100 防守91 不過我們都不差 進攻95 防守100 這樣的話 等一下 這樣的話我們的總評更高 他看一番長球 比賽打到第四節 我們暫時是落後1分 這邊是基斯寶羅 看樣子很像馬布里 達衛西看樣子很像馬布里 給Ludy基的鐘頭 下一次太陽的進攻 還是無果 都是我們的進攻 Ludy基 幾個Cross Over 給了基斯寶羅 一個Jumpsuit 也有 看這次的進攻 拿鼠推進 有點疾機 最後是給了瑪利安 說回看 他今天已經拿了19分 他確實打得很厲害 這一下制空也挺帥的 看以前的 replay這個慢鏡系統也挺漂亮的 然後到進攻 Ludy基 停了一球 最後給了這個 嘩 轉來轉去 還是Ludy基手上 沒什麼時間 最後給了卡特 這個上籃其實挺漂亮的 動作就滿分 不過最後沒有效果 嘩 這個比波 真的很隨便 好了 基斯寶羅 好 好 好 出來 Rudy基 就給了他擋他 嘩 基斯寶羅 信心十足 直接就抹起了 一點都不欠場 又把這個分差拉大到4分 看這邊怎樣 太陽這邊 還給了瑪利安 瑪利安給了迪奧 嘩 喂 這麼老虧嗎 兩個射球都是 基斯寶羅 也好 迪奧 剛才這球也好 都是凝缺防守球員 硬射 難道當時流行硬射嗎 基斯寶羅 好球 看到Ludy基出來了 又是硬射 And one 我真的這麼喜歡硬射嗎 你們 完全不是防守球員 Ludy基這個樣子好像還算OK 你說的是13年前的遊戲 即是OK 他的樣子還蠻逼真 拿樹 打球怎樣呢 其實這場球拿樹的存在感不太好 嘩 瑪利安又一個陰鑲 很明顯就是早上沒有浪口 瑪利安這個球浪到的框都乾淨了 看回看這個慢鏡 多少圈呢 三四圈 五六圈 真的 這樣都掉下來的 然後看回我們這次進攻 Ludy基同樣為自己的硬射 但這次就打鐵 那樹又一個失誤 卡達拿球 很漂亮 後手運球 接著給Ludy基 又一個And one Ludy基其實以前都屬於彈弓那類 他其實一直的彈跳力都不差 雖然沒有說過參加了什麼 座津大賽那類 但是我記得他以前也是好想座德那類 看到這個時候其實 拿樹又拿了剃寶席 說回他今天真的全都搞不太強 巴寶沙就是頂替他出來了 這邊突發突發 給到敵 還是出來給巴寶沙 欸 基斯寶羅突然之間落手 這樣就放空了巴寶沙 你這個巴西裝甲車不是流的 很厲害的 接著我們的進攻 給到雲斯卡達 其實這個球已經開啟了 即是不應該 卡達叔這個位 卡達叔今天的拳材 這麼同樣也不太足 嘩 接著巴寶沙 你沒事吧 三個人都照爆進去 你又是那些萬巴精神 不是吧 又被他捉到一包 不過第一罰就沒有 這個時候拿樹依然是在剃寶席 我們又把基斯寶羅換掉 上了史瑪茲帕加 廣東名宿 卡達叔叔也是下了去 露迪基也下了 正選就是得回我們的德國雙塔 盧維斯基和基斯卡爾文 這個陣容不是很穩陣 但盧維斯基兜出來 有沒有突鐵 其實盧維斯基今天打得還算OK 好 這邊快攻 巴寶沙 一個失誤 盧維斯基搶球 這個是我們的替補球員 又給盧維斯基 給了史瑪茲帕加 套給他 嘩 這些球不進去就真的要磨柱 就是毫不負責任的射球 拿渣貝爾 巴寶沙 還是巴寶沙 要一個Pick 又一個顏射 唉呀 你們有沒有想到 最後巴寶沙居然是主宰比賽 2.3分 所以我們跟著這個攻勢就很重要 看到太陽這邊是一個14比5的大高潮 你說最後2分鐘已經是打到 至少巴寶沙想爆下去 爆不到 翻出來 嘩 救命啊 為什麼最後時候 最後關頭還要上這些替補 你連續下降機師寶羅 Nurigate 和文斯卡達 最後就是這個結果 又一個失誤 給盧維斯基 這個時候要打了 盧維斯基又疾機 分出來 史瑪茲帕加 少了空位又不射 好時間了 又給了史瑪茲帕加 最後硬石突鐵 那沒有啦 而且以前的遊戲可能是漏洞 留意這次進攻 很明顯現在我們要射3分 看到卡達和CP 還在哄球中 還在傳來傳去 最後還要失誤 而且到了這個時候 還有什麼犯規的必要 可能是以前的遊戲算法系統 其實1點幾秒落後6分 你還餓什麼 就算被你拿到球 你又不馬上射3分 那就很矛盾 最後比賽結束 太陽黑場 61比53 擊敗了我們 總比分就變成3比2 還有機會 好了 出來吧 忘掉過去 雖然在主場輸球 確實不太露泥 但是我相信 我們 我依然是相信 我們可以在Game7搞定 屌你嗎 RudyGay受傷20天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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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經常說我用那個什麼? 憲制嗎? 憲制進級法 咦? 看來這次又行得通 RudyGay受傷速成我們的冠軍 基斯堡羅是最後的FMVP 其實數據真的不是很飆青 雖然說是DoubleDouble 不過沒所謂 最重要是幫這個卡達叔奪冠 或是看馬上阿基斯堡羅合同到期 很多球員合同都是到期的 幸好我們可以順利奪冠 今期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大家還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評論 最後記得喜歡的話就點個讚 或者3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